一早起床, 闻到浸浸的香味 三傅子是选了什么 做早餐 看下 Alan, 你在自制一个烧烤炉 这个炉很厉害 你看多好火 我做了一个木气火炉 木气火炉 在上网学人们做的 用两个咖啡罐 将它搭在一起 插进洞 就可以做到 我还有一些废木来烧 现在火器火很旺 两个咖啡罐 原来我们这里很流行 一早起床, 旁边屋又在做 旁边屋又在做 旁边屋正在做 用一个火炉 用一个火炉 它们不是用 它们不是用这些 它们做 Pancake Pancake 你听到它们的Pancake 我哥说 我看到它们 用Pancake 我继续欣赏它 它这个 駕駛罐下 都做了一些洞 真的 是不是叫风炉 那它就入气了 风炉就是这样来 因为这样 让它可以有风 有一个好的冻 下面入气 然后木很奇怪 为什么叫木气炉呢 因为好像石油器 是gas的形式 然后点着 所以火是很纯的 很漂亮的 只要你不要用风吹 你不吹它 其实没什么烟 看来现在差不多了 应该可以了 我们可以夹面包吃 好棒 吃早餐 现在火很漂亮 没有黑烟 没有白烟 没有黑烟 没有白烟 火到什么阶段 就连黑烟白烟都没有了 当木能够气化 即是gasify 变成一个 木 变成一个木气 那些火就是由 气化了木头 的气体来燃烧 所以火很纯 很纯 很纯的 很纯的 很漂亮 是呀 哇 好 什么时候吃呢 我已经准备好四块面包 面包在后面 哦 这样吗 是呀 差不多了 然后我准备去做咖啡的了 做咖啡奶茶 好 哈哈 我已经吃了早餐了 是呀 那你还吃不吃 如果有个铁架 你直接放在上面煮 现在没有 因为临时想起就做 平致所致 所以全程的手握住 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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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起个早餐了 哈哈 多好 吃得了 吃得了 怎么样 好不好吃 好吃 应该特别好吃的 因为够个人 是呀 自己生房 自己煮 挺有趣的 这趟早餐 突然突发 像白奇想的做一趟早餐 是呀 有几可可 可以在家里煮炸 辛苦 然后突然做个早餐 是呀 我们真是第一次了 嗯 有趣 挺享受后面的弟弟 开心 好 早晨 Good morning 我们今天有个 早晨 你起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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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大家看到我们煮早餐 是不是 用的炉很特别 我想在这里趁这个机会 跟大家讲一下 原来做法很简单 非常之容易 只要两样东西就可以了 材料就是两个Muck 两个Muck 看看这两个Muck 究竟是Muck 现在这个就是烧完那个 现在已经不热了 你看到形状呢 大概就是 这样的 旁边有一些洞 上面有一些洞 是 风脑 不知道为什么我即时觉得 好像很风脑 是吗 你说得很对 真的跟风有关 是 因为有风 它觉得脑才能出得好 哈哈哈哈 好啊 那你现在即时就做给大家看看 是的 一个大一点的Muck 一个小一点的管 放得入 中间有些窄 可以让空气在中间走 转出来 就好像个Gas 炉 噴一些煤气出来 不怪刚才看到火是很漂亮的 对 是因为这样的效果而弄出来 火是很漂亮的 我觉得漂亮的意思就是没有黑烟 又没有白烟 是吧 不如事不宜时 试试做吧 试试做吧 很快地做给大家看 推移就可以了 总之够多孔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漂亮的话 你就可以画一条线 不喜欢的话 就把眼睛 也可以的 趁你一路烟焦的时候 我问问你 其实你起初做这个风佬的时候 你应该不是想起来烤焦 想起来去露营用的 真的吗 真的 我以为你是想起来烤木 做什么炭灰 是的 你说得对 这个也是一个原因 烤了手上 剪出来的材料 木 樹枝 树叶 这些可以放到 Compass Bean 里面 去做堆肥 也可以把它烧掉 烧完变炭后 那些叫做草木灰 所以对土养 是很有益处的 没错 如果你只是把它堆肥 的话 它不够平均 而且我想告诉你 土木灰对于土养种植 是很有帮助 它已经很丰富营养 其实做草莲养 做草莲养 做草莲养 其实这些人真的用土木灰 哇 很厉害 竟然被你拉到草莲养 是的 因为我有研究 至于怎么做 我不知道 因为现代人用轻氧化蜜 但以前不用轻氧化蜜 是用土木灰 是的 可以尽管再研究一下 怎样做 大致就是这样的情况 那就漂亮 做完底的洞 就做旁边的洞 底部穿了洞 旁边围边也都穿了洞 这个要开顶 开顶的意思是怎样 我看顶面有个盖 本身都开了 是的 如果我这个做顶的话 我就要开这个顶做盖 这个是想反转它放的 这个有盖的地方向下 灰可以吞下来 是的 我想拆的时候 一打开就全部凹出来 是不是很方便 是的 想到这个方法 真的挺聪明 先试一下位置 OK了 然后这里就再转洞了 完成了 这样就可以了 可以BBQ了 放了一点点东西 你有兴趣玩一下的话 可以试试 好东西啊 顺便说一下 One more thing 烧完那些炭灰 我拿来做什么呢 就存在这个罐里面 打开看一下 一定要 哇 很有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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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它拌在泥里面 或者一些堆肥里面 可以改变到酸碱度 和增加营养素 嗯 如果能够烧鸡骨 放进去做炭灰 那就更加好 更惹味 是的 骨子的鸾肥 更加丰富 是的 你事后再加工 看来好像 看到盖子都没用 我便弄一弄 之前我要拿着锅铲 拿着锅链 来煮小腸 很辛苦 钓着锅链上去 它要蓋着火 所以我做个皇冠 是 用这个盖子 剪这个花花 然后屈它上来 哦 用这个盖子 画一个圆圈 打了八字 然后剪开它 屈它上来 刚刚这个盖子 就盖上去内壁上面 哇 哇 很厉害 本身是内膽的盖子 是啊 所以它一定是match 没错 刚刚好 我当这个锅 放上去 烧着锅水 放上去 刚刚好 很棒 果然是废物利用专家 你真是 这个废物利用专家 麦尽其用 是啊 我还在想 怎样做皇冠呢 不用了 这个完成了 很厉害 谢谢你 不要客气 哈哈 今集我们讲 怎样做这个木煤气炉 就讲到这里了 好了 下条片再见 拜拜 拜拜 不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